好我们来看到呢 不止总统大选 当然立委的选战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根据媒体的这个曝光显示 党内有透露说 目前国民党的部分区立委 提名人选政治组已经大致确定了 包括有谁呢 好国民党智库的执行长柯志恩 因为呢他长期在高雄耕耘 好并且也放眼可能会选下一届的市长 上一次也是选得蛮不错的 而且他是霍峰最受主席信赖的党内女将 甚至还传出有可能更上层楼来跟侯柯配吗 这个柯是指柯志恩的柯 那当然了他自己的回应 他说这是无端的揣测 侯友宜这边的回应是说 不分区的这个立委规划 在全盘规划当中 那另外看到的是这一位前蓝委苏清泉 他之前呢也是占屏东 也真的是差一点点了 但是呢他也希望可以就是被提名不分区 但是森多州少啦 好像听说党中央还是希望他可以去出战区域立委 代表蓝军出战区域立委 那么另外同样也是这个人选之一 这个前台南市议员谢龙杰 在党内是蛮有政治声量的 还有的就是云林张家班的前云林县立委张家骏 也许有机会也要来挑战接班 这个接班张立善选2026的县长 都有可能是不分区的立委名单 好那不过韩国瑜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之前有人提议可以把它列为不分区的第一嘛 好我们来看到 前例委神父雄就说 其实韩国瑜那天在后瑜的造势场合上面 讲了把对我的爱移到后瑜的身上 是非常的有诚意 但是呢好像少了一位 他觉得韩粉的心非常不容易抓 他们对韩国瑜的期待 是不是让韩国瑜出来讲的 好那国正亮呢他认为说 韩粉不认为韩国瑜有在选票上面 所以赵浩康讲的才是一个正确的办法 好比如说呢 韩国瑜不分区第一名 人家才会觉得你在选票上有角色嘛 好让韩粉觉得未来的政府 韩国瑜是有角色的 同时看到赵浩康有爆出一个秘星 好说朱立伦当时呢 说韩国瑜是为了求官 好让其实韩国瑜蛮生气的 本来韩国瑜要亲自来否认 但是旁边的人劝他啦 大局为重 好另外呢 很多人都希望来拉抬国民党的选情 希望立委可以多当选几席 好最怕最后这光荣的结果 却是你朱立伦接收的 好干嘛要怕这个怕那个呢 好所以呢我们来看到 现在到底好韩国瑜的角色是什么 大家都蛮关注的 同时六成民众都希望政党轮替 那么如果要下架民进党 的确是不容易的 台北市的副市长林一华 昨天呢在凡哥的线上面对面的节目 就说从蒋湾安选上台北市长之后 就可以看出呢 执政不是靠个人 国民党的确是比较会做事的团队 而且选民现在很聪明了 我们来看 因为执政绝对不是靠个人啦 其实你从那个蔚安这边就一样嘛 你看副市长嘛 小内阁啊 其实他都很希望找到 就是最明弱的 大家可以读到一面的人 然后你再看像这次 一些食安事件啊 我就觉得我们的卢市长 妈妈市长 她原来已经是临任了 所以她把关非常的明快精确 所以其实从我们的角度 我们都觉得我们有很多也都是 现在都还在做学习 虽然我们都很努力在做 但怎么样可以做更好 所以国民党本身应该就是我们真的是一个做事的政党啦 那当然大家可能就觉得我们就讲话比较寒斑啦 可是做事这件事情真的是也要谢大家给我们机会 尤其人才的培育执政就很重要 像你看我后来觉得到了我这个年龄 国民党其实也有一段段层啊 也有一些段层 人才就是有关行政人才也是有点段层 所以透过现在地方执政之后 我们也是可以让更多人 他能够实际上在这样一个场域里面 去做很多的经验的学习 所以像万安的团队里面 有一些比较年轻一辈的 也就是希望说 他们也可以在里面吸取很多的专业跟经验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